申巴体坛三字匹一针这期看到你欢迎来到本期的胖只脑球 今天胖只哥哥球兵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排 聊中国女排什么话题呢 首先聊一下狼平在今天也是紧急的发了自己的一个社交动态 其次再来聊一下我们中国女排的奥运名单 似乎真的有变 那么首先来说我们狼平狼指导在今天发表了一个怎么样的社交动态呢 他也是在个人的社交动态上发表了奥运会就是我的高考等一段话 那么可以说通过狼平的这段文字发表出来之后呢 就能够揭露出狼平他对于这一次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已经准备好了 并且能够看出来这一季奥运会对于他的一个重要性 对吧他已经把这一季奥运会形容成为了他的一次高考 那么就能够看出狼平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困难的准备 做好了迎接这项困难的一切的准备工作 那么所以说我们就能够看出在狼平的自理行间 已经通过他这条社交动态就已经说明出来了 他要取得一个好成绩的决心 那么在狼平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发表了这样一个时交动态 我们就能够看出狼平他需要带领中国女排 拍上一个新的高度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其次说完了狼平他今天的时交动态的发文 其次我们再来说一下中国女排最新发生的一个奥运大名单上的一个变化 那么我们知道此前国际排联方面已经正式的官宣公布了 中国女排我们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一个大名单 那么首先在球员方面一共有12名球员入选 那么在教练组层面的一共有两个人入选 也就是说教练组加球员一共加起来是14个人 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呢让我们看上去 其实这份名单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遗憾 因为在这份名单公布出路之后 很多人啊为林丽啊丽瑶啊杨涵玉这些球员 没有能够入选到这份名单里面确实感觉到有些遗憾了 但是呢毕竟众口难瞧是吧 每个球迷他支持的球员不同 你让哪个球员最终无缘这一份奥运名单的话 肯定都带有一定的可惜 但是呢同样我们也知道 在国际排联他此前最先公布的这样一份大名单中 在教练组环节一共只有两名教练 主教练是郎平 助理教练呢是赖亚文 但是呢剩余的几位助理教练 都没有进入到国际排联所公布的这样一份奥运名单中 那么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知道此前东京奥组委方面 曾经提出要求要大幅度的削减 各个奥运代表团的一个奥运随行人员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女排我们的这个奥运名单 就真的按照国际排联所公布的这个样子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再多带几名教练了呢 实事认明并非如此 通过我们不断的征求和努力呢 我们看到中国奥运代表团 正式公布了我们中国女排的一个 此次出征东京奥运会的一个大名单 那么在这一份大名单中 我们看到与国际排联此前所公布的那份大名单 有了很大的调整 有三元大将也是正式的火炫 持援了我们中国女排的奥运名单 那么这三人分别是谁呢 三个人都来自于教练组层面 分别是安家杰 包壮 以及袁灵溪 那么这三名追随了郎平多年的功勋级的教练 能够火线的持援到中国女排的教练组中 那么对于中国女排 我们接下来抵达东京之后 一系列的训练备战将会起到一个 非常高效率的一个作用 而且这三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 也都有着各自的分工 包括你像包壮知道 他是负责王梦杰的一个专项训练的 主要负责自由人的训练 像安家杰他是在场上 是郎平的一个主要的第一助理教练 是一个主要的副手 在场上需要洞察一些细节 需要记录观察一些东西 那么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些作用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些助理教练 不能够来到东京去辅佐郎平的话 这将会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打击 但是呢 如今中国女排我们的奥运名单 迎来的这些变化 三个功勋教练 持援我们中国女排的大名单 让中国女排我们整体的战斗力 教练组全部带来了一个升级 让中国女排我们也有机会 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打出属于我们中国女排的经纪神 也有了打出属于我们中国女排 整体的一个核心战斗力 让中国女排充分的扬长臂端 打出我们的技术特点 去奥运会上实现奥运 争金未免两年贯的一个目标 那么可以说 伴随着这一次奥运名单的调整之后 也意味着中国女排 我们的东京奥运会的大名单 正式的尘埃落定了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排 能够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捍卫属于我们中国体育 捍卫我们属于中国三大球的荣耀 是吧 能够拿下这块金牌 为中国体育争光天才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州的球 咱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州的别忘了点关注